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3月24日 星期三早上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最新情況 話說著名的藍絲藝人吳耀翰的女兒 昨天捲入了一宗涉毒風波被捕 據說在涉事單位 還找到13棵大麻 案情相當嚴重 簡直是令人發指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吳耀翰曾經到鄭敬基的Facebook留言 就勸他在出事前好收手 想不到的就是吳耀翰的這番說話 竟然一語成岔 不過應驗到他女兒的身上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吳耀翰的女兒 所捲入那宗涉毒風波的案情是怎樣的 海關在較早前 就在香港國際機場檢查到一個 由加拿大空運來到香港 報稱是無形的郵包 發現得到 裡面竟然藏有大麻花 海關在監視下 將這個郵包寄到標籤所列明的地址 在昨天中午去到西貢南圍村 部署了埋伏的行動 有數名便衣海關人員 去到下午兩點的時候 就到了西貢南圍村的一間村屋 並且在當場 拘捕了負責簽收的一名 54歲女子 據了解 這一名人士是吳耀翰的女兒 海關在門外拉起封鎖線 阻止其他市民靠近 後來海關又在單位裡 發現到有13棵懷疑大麻植物 一些懷疑含有大麻成份的朱古力 市值大約港幣100萬 海關還說 大麻植物在單位裡的一個 百多呎房間中殖 裡面有太陽燈 通風設施 溫度計 濕度計等等的裝置 廚房裡面也有石紙等包裝工具 不排除有人利用這個單位 開闢作大麻的種殖場 提供一條龍模式 提煉大麻花之後 所製成含有大麻成份的食品 相信部分的成品 會在社區裡兜售 而且搜出來的大麻植物 已經擁有了若干的高度 海關就推斷 這個大麻種殖場 已經至少運作了一個月 目前案件仍然是調查當中 包括的就是有關的單位 是不是被捕人的物業 有沒有涉及到其他人等等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的 這些案件當然是非常情節嚴重 是不是 又搞一條龍服務 又搞得這麼專業 這次海關的行動就做得好 將那些涉嫌 制毒和販毒的人士成之於法 根本上這些傢伙 就是在毒害青少年 事實上來說 在近十年八載 網絡上討論吸食大麻的風氣 相當強烈 不少人不斷淡化吸食大麻的後果 甚至乎還說到 說食大麻跟普通吃煙沒有什麼分別 還說到吃煙的害處 比吸食大麻還多 我是完全不認同這些說法 但是網絡上就很流行 我覺得有些年輕人 尤其是那些大學生 部分不要說一足高大一船人 要政治正確 一小撮大學生可能相信這些說法 去試一份也不出奇 一試這件事就會上癮 一上癮就一發不可收拾 一輩子就要不斷地貢獻那些錢 給那些毒販 根本上這些東西 一早應該要嚴厲地打擊才是 而靠這些東西賺食的人 根本上就是很陰質 是會令到有很多家庭破碎 令到很多迷途的青年是回不了頭的 當然我一說這些言論 有不少那些大麻的愛好者 就會走出來反擊 就說這些說法就是 你知識淺漏而已 大麻又有很多作用 又有醫學作用 問題就是 在香港有這次引人 究竟有多少是用在醫學作用呢? 有多少純粹是用作娛樂的作用呢? 這些東西是沒得騙人的 所以不要當別人Lulu 這些就叫做純粹狡辯 但是我說這些 肯定有部分的年輕人 就不適合聽了 因為他們吸完這些東西之後 就會覺得慶高采烈 能夠得到釋放 總之就有很多情緒 有些人甚至是槍決到 在怒吵的時候 又拍了影片 放上Instagram 都大有人在 不過這些不適合就不要聽了 我不會卸你的 因為這些東西根本上是有問題的 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至少現在法律上 都認為是有問題的 根本是不可一不可再 我認為這句口氣是說得對的 說回吳耀漢的女兒 原來根據報導的資料顯示 吳耀漢的兩個女兒 就在西貢南圍村的村屋住了很多年 在2013年的時候 吳耀漢的兩個女兒 就被鄰居投訴 任由他們所養的貓 爬進去隔壁屋的花園便匿 有兩名的女村民就報稱 被人扔貓屎 以及以粗口肉麻 雙方屢次爭執報警 後來鄰居又投訴 被人吐口水弄髒了一個手袋 警方列作糾紛案處理 沒有人被捕 即是說 似乎她那兩個女兒 一流以來 跟她鄰居的關係 都不是那麼好 說回吳耀漢本人 她曾經在今年1月的時候 去到鄭敬基的Facebook留言 她說什麼呢 就說 在出事之前 你就很收手了 你的政治觀點 是注定要失敗的 為何你還要堅持 把頭撞到石牆上 不要為了這些無謂 沒有價值的原因 而犧牲了你自己 你是愚蠢和低能 You are being silly and stupid 當時鄭敬基和吳耀漢 就是就這件事 討論了一大輪之後 就和好了 叫做 在這件事上 吳耀漢就暴露了 他自己的藍絲身份 實際上來說 吳耀漢就在英國那些大學畢業 而且他已經擁有了英國國籍很久 我又不明白了 他一方面 又享受了民主和自由所帶來的好處 但是你就反過來 勸鄭敬基收手 鄭敬基照計都是爭取民主 你叫他收手的意圖是什麼呢? 到底吳耀漢自己本人 是否認同民主和自由這些理念呢? 如果他是不認同這些理念的時候 為什麼他沒有選擇退出或者放棄英國國籍呢? 他照舊保留了英國國籍 他是雙重國籍人士 現在是 他自己都應該就這些議題 來解釋一下 做人最重要就是知行合一 一方面又擁有了英國國籍 另一方面 似乎又不是很認同民主和自由這些核心價值 根本上有一個很嚴重的矛盾在這裡 當然吳耀漢就不是一個特例來的 很多甚至乎居住在海外 尤其是那些長年住在海外的人 那些華人 都會自動變成藍絲 那這班人就真的很離譜了 因為他就在一個健全的法制 以及在言論自由的保障底下 來向那些爭取民主的人士潑冷水 來嘲諷 來踩下民主的人士 而且還在幫那些極權說話 附和那些極權的做法 但是這些人 他本人又不會回流去香港 或者回中國 他是照舊在外國生活和工作的 那你又何苦去踩下那些爭取民主的人 實際關你屁事嗎 是不是呢 其他的地方要爭取民主 你自己已經身處在一個民主的角度 你應該是樂見其成才是 你為什麼要踩下別人呢 為什麼要潑冷水呢 為什麼要咒罵他呢 這些完全是不可理喻的 你自己都在享受這一套的制度 所帶來的好處 你就不讓別人去享受同一樣東西 照計如果他們認為西方的民主和自由 是這麼差的時候 他們應該馬上離開西方的國家 返回他的原居地 好啊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